老友赛的赛制它的竞技性其实是非常强的 我觉得老友赛这个赛制还是蛮不错的 因为它如果我的理解是如果完全有观众来投的话 就会可能会倾向于娱乐一些 但如果完全是专业评审投的话 可能大家又会看不懂 但他把这两件事情通过这样一种方式给融会贯通了起来 观众投票和评审投票 可能我们在台上作为变手 我们的侧重会有一点不太一样 我记得有一个细节是您在台上讲的 你发现评委说这边KO了 那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形态和状态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我被KO吗 为什么还要有这种变尸环节 我的天哪 当时自己会有一点点感觉 就是没打得很好 会有一点重复或者说低效率的部分 但是我会觉得说这么严格吗 我就稍微低效率一点点 然后就被KO掉了 反正对我也算是学习过程 比赛我们觉得我们前半段的确是打得不好 然后到了中场之后 我们才开始找到了一些感觉 那今天您对对手就是今天对手RUC嘛 他们对的整体风格一个评价 或者说您觉得最欣赏的对方变手是哪一位 这种问题真的是 还好啦 不是我不是说场面化 我是说真心实话 就是我这个人打辩论的话 更多就聚焦在自己身上 我觉得只要我说的足够好 就对面哪怕再强 我也应该能赢他 然后我如果讲的不好 那不管对面讲的好跟不好 我都会难过 所以说对面的那个风格也好 什么也好 其实我这就是真心话 在我心里已经没有太大的那个印象 而且对我来说 也不是那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现在所有的印象就是 上场比赛打得还不够 还得再努力 一定要挑一位 就是我觉得印象最均衡的 我觉得他是老罗 对就是因为 他其实在比赛的前半程发言不多 他在听我们的论 他在找我们的破诊 然后就其实 他在结变的时候 我的压力还是蛮大的 OK 那大概 好 我们就这样 谢谢 我补充你 就是最起码在我们攻的时候 我们可以打一眼 你觉得我们这么过 伤害了对方的什么 这个怎么打 我觉得多攻不了 就有一个控场 你跟我说到底 我感觉这打到最后 扛不住了 甩快 你弄不住 对 我做了啥 大概是这样 首先你伤害了我啥 那为什么你方觉得要把它交给无常的命令 而不应该交给一个爱你 所以刚才我们看 我用我的帅气 我用我的材质 换取一段爱情 我都不会觉得自卑 也不会觉得这是作弊 为什么我的创能力走私 然后就要逼问对面 那我的创能力和这些东西它的区别在哪 然后我们都会去击破 对面这种可能会说就是 你的假设不可能 没有一张联织 怎么好 这本身就是哪东西 你就超红蛋白 其实我还是更聚焦的 我们来这跟对方讨论爱情哲学的 对方来这跟我们讨论科学的 有啥用 你就问对方这个题目有哪来的科学 你一个超能力你想要啥科学 哪种结构 走进科学的在这 所以黑个黄了是吧 昨天的科学都黄了你管这 走不进科学了 走进科学 我知少女为何 走不进科学走进科学 如果想走进科学 为什么要你要看走进科学 什么套娃 是套娃 套娃 沉迷于套娃 等等等等 我们俄罗斯辩论队 俄罗斯辩论队 我们再把这个 我给你钱赎两个人 我们再把这个聚焦一下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打法是 我们先问了也好 你们这几个类比 最后说的那个点 本来就是 抑郁常人的才能就是创造力 就生活中有的是创造力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都放弃了这个点 或者我就说就像创造力 不是你说 你给让人健身爱点 我这么说好 在我印象里面 如果小学有一家家里开小卖店 她就是拥有创造力 我们小学那个小卖店的女孩 她就在取消中呼唬唤语 她可以每天站在二楼网楼下 撒各种小换顿干脆面什么的 老师老师 让我为清洁工打 是傻整袋 不是就这种收集那种书游卡 二楼随便撒 我们在你的里面给跪迈 因为我们大家想要又买不起 这不就是传能力吗 现场 好 好 好 我是太子 我来的开心就好 接下来呢 我们进入到这个上午场次的第二场比赛 第二场比赛 我们首先可能要请一下 我们的这个评委老师上台一下 他们是谁呢 你们都知道了是吗 那么激动 我还是要认真介绍一下的 两位评委老师是一家四口队的 詹青云老师 唐颖老师 有请 从这个欢呼声中 我就已经听出来 大家都是来看谁的了 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好吧 两位 大家好 大家辛苦了 大家好 他一上来就收买观众 好 那大家好 我是阿庞 那个是阿詹 他没自我介绍 他觉得大家都认识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各位是不是觉得 我在这有点多雨啊 我要不然先下去吧 我站边上 没办法 主席就是个特权 必须得保持这个VIP的位置 好 我们的闲话少说 接下来请双方的变手入场 简单介绍一下这场比赛的题目啊 简单介绍一下这场比赛的题目啊 这场比赛的题目是由这个正方 IOCBAN队伍来提供的 他们想要打的这个题目叫做 如果你有超能力 可以让你爱的人也爱你 你要不要使用这项超能力 提解是这样写的 相往友谊 神女无心 这是所有陷入爱河中的人 都不愿意面对的困境 现在假如你拥有这项超能力 这种超能力 可以让你苦苦担恋的它 对你也产生爱慕之情 你会使用这项能力吗 我不知道在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会不会使用这项能力 我们来玩个小游戏吧 这个两位 你如果会用这项能力 咱们就转正方 正方是要用 如果你不用这项能力呢 咱们就转反方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到底用还是不用啊 来我数三声啊 要不要想一下 好 数三声啊 三 二 一 投 唐老师你是用还是不用 两位都用 就我不用 用用用用 看来我们这场比赛 还挺公平的嘛 对吧 那好啊 那我们接下来就有请 这个 有一个转的牌子掉在地上了 四边 那个工作人员 上来取价吧 OK 好的好的 那我们用不用这项能力呢 反正我们说的也不算 要听双方的辩手 到底要怎么讲 首先我们还是按照规则 请双方的辩手 做一下自我介绍 有请正方 大家好 正方一辩 田世瑶 大家好 我是正方二辩 张池 正方三辩 来长生 正方四辩 王景峰 正方 ROC棒辩论队 向大家 问好 下面有请反方做自我介绍 大家好 反方一辩 郭航初 大家好 反方二辩 万华明 大家好 反方三辩 唐梦 各位好 反方四辩 罗洪坤代表反方 问候在场 各位 好 我们这个赛制介绍的环节 我们就不讲了 各位肯定很熟悉 我们的赛制是怎么回事了 那我们就话不多说 直接进入第一个环节 起的环节 首先有请正方 谢谢主席 我们先来谈几个定义 首先 什么是爱 我们常说爱是一种很熟的东西 在我们恋爱之前 我们往往先对我们的理想对象有个大致的标准 然而 总有一个人当他出现的时候 你原有的所有标准都被打破 他硬闯进你的内心 正所谓一箭阳过物中身 我们在恋爱之前 我们是无法决定 我们到底去爱上谁 去不爱上谁的 所以说 爱它不是自由意志所决定的 相反 爱它是人的自由意志的沉沦 第二个 我们来看爱是怎样产生的 我方想要告诉大家 爱的产生机制 其实是一个配方 这个配方里面 它具体包含什么因素 对不同的时间 不同的地点和不同的人来说 都不太一样 可能某一天春光正好 穿着白衬衫的清秀少年 往的阳光下一站 我就不受控制地爱上了他 但是同样是这个人 可能他天天都在我面前穿白衬衫 我却会对他毫无感觉 所以我方想要告诉大家是 爱的配方 其实是天时地利人和的集合 我们把它称之为缘分 爱它因缘分而生 第三我们来看什么是超能力 因为缘分这种东西 它说不清也道不明 所以说人类往往将它 诉诸于超越现实的神话中 在旧中国 人们说月下老人 它将一根红线 系在一对情侣的脚踝上 叫做千里因缘一线千 在古罗马 有一个调皮的爱神 它叫丘比特 它手上有一根金剑 可以让被它射中的人相爱 月老和丘比特 其实就是我们遍体当中 第三方的爱的超能力的拥有者 而他们手上的红线和金剑 就是今天我们遍体里面 所说的超能力 那么我们回到遍体的语境中来 其实今天这个遍体 给我们塑造了这样的一个思想实验 首先超能力 它是客观存在的 第二 我们遍体中的主人公 也就是这个你 就在现容一种真爱 而不得的一种困境当中 今天这个月老啊 把代表超能力的红线 递到了你的手中去 你可以用它来联起你和你爱人之间的缘分 这个缘分月老本身没有赋予你 那么我们今天是要使用这根红线呢 还是要把它还给月老 我方告诉大家 我们要勇敢地使用这根红线 给彼此一个相爱的机会 为什么 第一 因为我们有我 第二 因为相爱分析 谢谢 好 正方使用了转场 由反方继续发言 好 谢谢 我们先来看一下 对方朋友告诉我们说 爱这件事情是基于缘分 你说不清道不明的 我很高兴对方告诉我 说今天这个情况要讨论的是 你面对一个不爱的人 可是我们 一个不爱你的人 可是我们要想一想 爱也许中间有一些 我们难以解释的缘分 可是不爱这件事情 中间是不是可以有很多 我们有的机理呢 如果我是一个看重颜值的人 可能他长得漂亮 我未必会爱他 但是他不漂亮 我应该不会爱他吧 如果我是个闲贫爱富的人 他有钱 不代表我一定会爱他 可是他穷 我应该一定不会爱他吧 所以今天的语境啊 其实是把一个他不爱你的人 你要把他变作爱你 这个部分 中间肯定是跟我们现实的机理 要发生互动的 我们来解决几个问题 对方朋友跟我们说 今天它是一个真爱而不得的状态 那我现在想问一问 对方便有你今天的超能力 有以下的机理吗 方便我们接着讨论 第一 你的超能力 是你用了一次 就一劳永逸 他永远爱上你 还是你要不断地使用 才能让他在不爱你的时候 转变心性呢 第二 你这个超能力 是只有你自己能用 还是说 这个超能力 我们放在社会中 大家都有可能使用呢 第三 那今天这个超能力 它在改变的时候 它究竟只是改变你所说的 那个你看不见摸不着的机缘 让他嘣的一声爱你 还是通过改变一些 你或者他的内在或外在条件呢 希望对方便又给了我们答案 方便我们更多的 有意思的讨论 谢谢 好 反方也使用了转场 下面时间就交回正方 好 谢谢主席 先讲一件事情 再回答对方的问题 讲这件事情呢 是大家可能觉得很玄乎 但是 各位不妨想一想 如果你的心中 现在有一个深爱的人 你可不可以通过自由意志 让自己不爱他 你的理性可能可以告诉你 他不是一个合格的恋爱对象 甚至你可以选择离开他分手 但是对不起 自由意志杀不死你 你对他爱的感觉 同样道理 你不爱一个人 你想让自己爱上他 也不太可能 你的理性可以告诉你 他很好 是一个很好的恋爱对象 但是对不起 不可能生发出这种爱的感觉 所以我方一遍才会说 国往近来我们解释不了 爱情的机理和产生的原因 所以我们不得不把它归结于 是月老或者丘比特 可是月老是一个糊涂的老头子 丘比特是一个调皮的小孩子 他们都透露出不靠谱三个字 今天这份爱的超能力 降落在你的身上 你第一次可以把这种不靠谱的 掌握在月老和丘比特手里面的爱情 握在自己手里面 所以你要用 对方没有问我们 说这份超能力用完之后 是对方一直有效吗 很简单 提及只是告诉我们 可以让对方爱上你 这就像这两个人相爱的一样 相爱之后是会一直爱 还是会分手 因人因事而定 对方没有又告诉我们 说我很明白地知道 我不爱什么很难解释 但是我爱什么很难解释 但是我不爱什么 我知道 我是一个贤贫爱富的人 大概率不会爱上穷人 对方没有 在他的概念里面 我有一个标准 A B C D 满足的我爱 不满足的我就不爱 比如说他很丑我就不爱 可是知道没有 你的误解就在于此 标准都是留给不爱的人的 那个真正你爱的人出现 即便这四条标准 他一条都没符合 你依然不可就要地沉沦下去了 就比如说爱斯美拉达 他不可能 他觉得自己不会爱上一个丑八怪 可是那个丑陋的超中人 他就是爱上了 但是对于那个你不爱的人 他即便努力满足了A B C D 四条标准 你依然可以找到 第五第六第七条不爱他 所以对方没有 请你正面回答我 在这样一份 在爱的领域里 自由意志缺失的环境下 这份能力 从月老手中抢拿过 在你的手里面 你为什么要还给月老 正方又使用了转场 下面时间交给反方 好对方没有 其实第一个点讲的就是说 爱本身是没有自由意志和可言的 所以其实你爱谁 可能都差不多 可是各位试想一下 如果爱在爱当中 自由意志真的是那么不重要的话 为什么我们这个时代 会倡导自由恋爱 而不是很反对过去那种包办婚姻呢 如果自己的选择 是那么的不重要的话 包办婚姻不也挺好的吗 你的爱情 你的婚姻 由别人来决定 不也挺好的吗 反正爱是可以不知道理由的 所以我们发现 虽然爱有时候可以不知道理由是什么 但爱当中 由我自己做出决定 去爱他 这件事情同样重要 但这个超能力抹杀了对方的这个决定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都要没有试图把这个能力 偷换为月老或者是丘比特 我们想一下 为什么我们在我们心中 月老和丘比特那种缘分是浪漫 是好的 是因为月老和丘比特 它让友情人忠诚眷属 如果月老和丘比特 干的是这种事情会怎么样呢 比如说影志平爱小龙女 但是小龙女一点都不爱影志平 这时候月老就看 那我干脆牵一根红线 让小龙女爱上影志平 而不是爱阳过 还有什么例子呢 梁山伯爱朱英台 朱英台也爱梁山伯 但同时马文才也爱朱英台 但朱英台完全不爱 这时候丘比特设一根红心 让他爱上他 这时候你还会觉得丘比特和月老浪漫吗 这时候你只会觉得丘比特和月老 是喜欢恶作剧的傻蛋 对吧 所以我们会发现 月老丘比特之所以值得提倡 是因为他让互相本来相爱的人 有钱 忠诚 眷属 这才是好事 而对方便有其干的事情 根本不是月老和丘比特干的事情 他是一个爱作恶作剧的人 他喜欢把不爱的人变成爱 这才是对方便有干的事情 谢谢 时间又归给了郑芳 对方便有混淆了一个概念 恋爱自由是说 我有选择跟谁谈恋爱的自由 但是你能选择爱上谁吗 你选择不了 我可能不爱你 但是基于其他考量 你比较合适 各方面匹配我的择偶标准 我选择跟你在一起 可能我的生活更有保障 我选择跟谁谈恋爱 别人无法阻止 这是我的自由 但是你爱上谁 刚才我讲得很清楚了 你的理性毫无操控感 你无法决定你对谁一见倾心 你不爱谁 这是第一点 对方便有的混淆 第二点 对方便有因果倒置了 你觉得我是有这个标准 我才爱上他 但不是的 是往往是我们先爱上他 我才发现 哦 你这一点好吸引我 哎 你这一点也很吸引我 是我们爱上了他 才找到了这些原因 所以我们说 你戴上了一层爱的滤镜 你爱上他之后 你看他都很美好 所以你问我 这个超能力的机理是什么 机理很简单 就是你爱的人 在看你的时候 也有了这样的一层滤镜 谢谢 好 正方时间用完 剩下的时间交给反方 好 剩下的时间 我们来仔细地讲一讲 我们的论点 来 刚才为什么我们要谈 不爱这件事情 是很简单 因为呢 今天这个遍体 我们不能只站在 我使用的这个视角上 我也要站在 我作为一个被使用者的视角上 我需要克服怎样的困难 生活中会遭遇怎样的情况 才能做一个公平的讨论 我方今天就有两个视角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为什么我们不要使用这件事情 刚才对方告诉我们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 我真爱而不得 说明那个人他不喜欢我 无论我怎么努力 他也不喜欢我 这说明我们中间 肯定有一些巨大的鸿沟 连月老都不愿意 把这根红线绑在我身上 可是如果今天 我掌握了月老的这个能力 我可以把红线 绑在我们两个人之间 让他对我产生 一见钟情的爱慕 我们想一想 每当我去给他表达爱的时候 他突然清醒过来了 对不对 因为对方便有说 你让他产生感觉 但是之后 这个鸿沟不一定能约约约吗 然后他突然间清醒过来了 我怎么办 如果我能约约这个鸿沟 我一开始就约约了呀 但是如果我约约不了 那我怎么办呢 我又想爱他 那我再次使用嘛 对不对 我会一遍又一遍地使用 接下来我会变成一个 怎样的人呢 我们这个世界上 很多时候爱情之所以我们觉得它很有意思 是因为你爱的那个人 他对你有神秘感 有新鲜感 就像很多人 夫妻原本非常的恩爱 但是他们之后会面对七年之痒 因为神秘感消失 可是现在这个人 无论你每天虐他千百遍 他都代理如初恋 因为你有这个超能力嘛 那接下来你完全可以出去 找一个你更爱的人 因为爱对你来讲不是稀缺品 那个神秘感消失之后 你完全可以继续地始乱终气嘛 我不是说我们每个人会有这样的选择 可是绝对的权利带来绝对的腐败 当你拥有了超能力 又不受任何限制 人家又可以无怨无悔死心 他对他爱着你的时候 就会导致这样的结果 剥夺他的自由选择 对他是一件不幸的事 我们再来谈谈我们自己 很多时候我们爱情 这是另外一个视角 我们爱情之间我们学的是什么 学的是成长 爱情它可以是你的一个港湾 但它不应该是你沉迷的地方 如果说今天在爱情中 你可以随意地获得权利 就像那个皇帝他有后宫 就像那个有钱人 他有无限的资源 你根本不知道谁会爱你 你根本不知道谁是真心的 也许到了最后 你可以告诉自己 我只享受爱嘛 可是你享受的真正是爱吗 这好像只是一个 拥有人工智能的 高级充气娃娃而已 谢谢 好 这个环节已经结束了 看到三位 我们三个好像都没有动这个跳行 那我还是中立 那为什么呢 为什么双方突然发生了 这么不一样的理解 两位给我们解释一下 他要后截变 我觉得在现在有几个问题吧 我觉得首先是这个题目的前提 有超能力能让对方爱上你 这是一种 这是超越我们想象的一种超能力 还是说它一定要被我们现在的现实中的一些框架所限制 比如说它是类似人工 比如说人工智能 这种东西 或者是一定要通过一些机理改变一些东西 它是这种超能力是能超越我们现实的 就能直接达到真的两个人就是真爱 比如说点了谁 这两个人就是真爱 还是说点了之后只是一种非常低端的相爱 达不到真爱的那种level 所以说这个前提究竟是什么样的 所以我现在倾向于认为 可能如果题目里面说这个超能力能让对方爱上你 我是把这个爱字是我百分之百的接受的 我是认为是真的爱 只不过就是现在能操控了而已 当然这个我接受双方的交锋 这是我的一个点 另外一个点是 比如说 我是不是说太多不太好 没事 你可以把他们话都说完 这样就可以考验他们 看他们能说这样新东西 就比如说这个包办婚姻的这个类比 或者是那个马文才 梁山博 注音台的这个类比 我也倾向于认为 在包办婚姻里 那个是个悲剧 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让对方爱上我 但是他不得不与我在一起 那个是包办婚姻的悲剧所在 但如果今天媒婆能让两个人真心相爱 那包办婚姻可能也无所谓 只要是一对一 别把三个人互相拉成一个三角 就好像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这是可能我现在的疑惑 但是我听双方的交锋 好 厉害 阿詩老师 点评一下这一轮的 双方的表现 我跟那个庞老师就聊不到一块地 但是刚才那些内容在我这里 都不构成判别的理由 我觉得 双方在拉扯我的 对自己的爱情的很多回忆 就是我的爱上的那个瞬间 到底是我从此像着了魔一样 就爱上了 就是确实我觉得我经历过这样的爱情 我跟这个人可能相识很长的时间 他也一直没有怎么变 但在某个瞬间我就爱上他 然后从此以后看他的眼光会变 但是我又觉得 好像我不停地长大以后 我不相信爱情纯粹是一个感觉 其实爱情里面是有很多条件的 我现在能够感觉到就是 无论我多么爱一个人 我只要和他三观不合 我一定是跟他过不下去的 所以我觉得现在双方在拉扯我的心症 就是爱情到底有没有道理可讲 然后这个地方是 每个人可能判断不同 所以我没有办法基于此做判断 就是正方的很多很美好的 对爱情的描述 有一点点激起我的回忆 但是反方的对爱情现实的描述 也有一点把我拉扯回现实 我觉得反方在这种拉扯之外 他讲了很多现实的问题 这些现实的问题 正方还没有回答 我觉得是蛮有趣的 值得回答的问题 以及反方讲了这种拉扯之外的 比如绝对的权力带来 绝对的腐败 就是这一层没有办法分出胜负的交锋之外的东西 所以我暂时投给犯了 好的 果然是完全不一致的判准 要不要让他们打一轮 把你们美的不给你们机会 我们比赛还是要进行的 好吧 那我们的第二个环节是成的环节 这个成的环节是双方质询三分钟 由正方先开始 赢的那一方呢 这个可以把这个总结的时间加在自己的这个两分钟的小节时间上 好 有请正方跟反方的变手 长生你好 师长好 来 请教你 是 你方问我说 你方觉得我们发动这个超能力是剥夺他的自由选择 然后大概就是你觉得我们这个超能力就是操控他的自由意志 有点像给他洗脑 是吧 对 剥夺了他的自由意志 对 所以你方认为我方机制是这样的 对吧 以目前的交锋来看是这样 OK 好 这个超能力有没有可能是我打开平行宇宙的大门 我在无数平行宇宙里头找到那个他爱我的宇宙 然后我进入到那个宇宙 这蛮 这是语言的描述 但实际上是一回事 不是一回事 这个时候我没有改变他的任何东西 我改变了世界 可不可以 我觉得还是语言的描述了 你只是换了一个角度来跟我描述说 我们有不同的世界 那我再给你讲一个 但其实那个世界的他 好 学长 听我问 学长 听我问 学长 听我问 好 继续 好 那能不能是我改变我自己 变成他心中的那个完美情人的样子 可以吗 你有可能不接受这个自己 就像一个高傲的读书人 可能为了爱上了一个附加小姐 改变自己面的试困 我接不接受这个自己 是我们接下来讨论的问题 没问题 在这个部分我可不可以是这样子 可不可以是这样子 我这个超能力发动的机理 可不可以是这样子 可以讨论 好 行 谢谢 所以林芳要向大家接下来论证 为什么这个超能力必须是洗脑 我再问你 没问题 来 来 来 你芳觉得 按林芳刚刚论的讲法 我可能觉得 你芳觉得爱和单纯的 类似战友欲之类的东西 还是有区别 对吧 对 爱和战友有区别 区别是 区别在于爱其实更大程度上 是把两个人变成我们 我们互相都要付出 我们才能够变成一个更好的我们 是 对 所以我们双方都要付出 对吧 林芳的付出少得多 甚至可以没有 对 没问题 对 所以你看 如果今天这个超能力的机制 真的就是像你芳讲的 我通过洗脑对方 来攫取他的爱 那是一种方式 目前为止 林芳的论证也只到这儿 对啊 因为你讲越老嘛 你讲丘比特嘛 对不对 学长你不要打断我 我说吧 那你看 这样不就很像是 你芳讲的这个机制 我通过洗脑来获取他的爱 怎么听都更像是单纯的战友欲 而不像是爱 而我们今天这个变题 既能发动的前提是 你对你爱的那个人才能发动 你通过战友的方式获得他的爱 这才是你的超能力嘛 对不对 所以请问你 我通过战友的方式获得他的爱 我爱不爱他 还是我对他只是单纯的战友欲 我方刚才论证 你有很大的可能性会变质 原因就在于 使用这个超能力的时候 你其实就是出自于战友的目的 好 相信大家也都听懂了 如果这个超能力 真的就是我单纯洗脑 像POA一样 把你给我弄过来 那我认为 这其实 一开始也许你是爱的 但是你会变 我们讲变质的问题 所以你方觉得之所以会变质 是因为这份爱来得太容易了 对吧 不光是这个 有部分嘛 对 好 那我请教你 你是不是觉得 珍惜爱的程度和爱获得的难易程度 是成正比的 他们有一定的相关性 对 但是不止这个 那为了让我们都能珍惜爱 我们在爱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要相方互虐 我能不答应就不答应 能断一根手指 绝对不要不伤自己 来 今天的问题不是在于 我多虐就有多爱 而是在于 你方完全没有这方面的体验 我们要的不是零 好 两位评委 也要给出你们的判断 因为一定要给 只能看你了 因为这个跟赛制有关系 他们赢的一方会加一分钟的小节时间 所以你一定要给 好 这个2比1的结果 那正方获得了这个一分钟的小节时间 好 那接下来的一轮质询是反方质询正方 有请反方 好 朋友您好 有女朋友吗 我有妻子 有妻子 太好了 假设今天这根线头 捏在凤姐手里 她一不小心地就穿到你身上 这时候呢 你因此爱上了凤姐 抛弃的女朋友 你这时候你想象一下 凤姐要你抱她 吻她 你还觉得美好吗 对 所以你看还有一种情况 如果我的爱人被别人欺骗而出轨了 我用这种超能力可以挽回她 是不是我就要用呢 所以如果你的爱人 被别人用这种超能力夺走了 你还觉得美好吗 所以你看 我们觉得她美好不美好 不是因为有没有这种超能力 而是看什么人用这种超能力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今天你说越老有这种超能力 是因为她成全艳远 如果越老有这个超能力 是往自己身上连线 把自己连得跟蜘蛛侠一样 你还觉得美好吗 对 所以我们看到 越老的安排 我们看丘比特射箭 是把眼睛蒙上射 我们是愿意选择一个 跟我们没关系的 不在乎我们的人 决定我们的爱情 还是选一个虽然是别人 所以你今天所有的美好的前提 都是你是主角 你有光环 如果你成了这个配角 这还美好吗 不 所以我们看到 像有坦之爱上阿子 阿子这么虐他 他还爱 越老这样做残忍不残忍 所以你告诉有坦之用的这根线 对阿子的好不好呢 对 所以我们就要看到 这根线到底掌握在谁的手里 我方认为 掌握在一个爱你的人手里 比掌握在一个 盲眼的小孩子手里 来得好得多 理解 你还是希望说 掌握在自己手里 那我问你了 今天如果说 我用这根线去签一个 未成年的幼女 可不可以呢 你这个是违法犯罪的问题 为啥是违法犯罪的问题 对 所以你看是这样 我们在生活中 我们有罗莉塔之恋 我们有年龄差距 很大的爱恋 我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为什么刑法规定说 与一个未满14多岁的 少女发生关系 不管她愿意不愿意 都构成犯罪呢 就是爱上不一定要发生关系 这是第一 第二一个是 我们今天讨论的是 爱上这个过程 这个情愫产生的过程 而且前提 你要爱对方 你不能说我看他好 我要占有他 这不是爱 是因为刑法告诉我们说 与心智不成熟的人 你这么做 就是犯罪 今天你用这种方式 改变了对方的心智 是不是也是一种犯罪呢 所以年轻人 不配拥有爱情 对不对 因为他们心智都不成熟 是不配强迫对方 让对方爱你 最后一个问题 您今天也喜欢打辩论吧 假设这个超能力 实际上今天你上场之后 不管你说什么 全场观众每一个都投给你 打一场一千比零 打一场两千比零 这样的辩论 还有意思吗 错了 爱情的价值和辩论不一样 辩论有胜负 可是爱情没有 我愿意穷极一生 追求爱 和胜利不适 因为这样消灭它的价值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说 爱其实当初的价值 恰恰是因为不爱的本身 才有意义 赢的价值是因为输才有意义 如果你今天不会输 赢还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你方的意思是 尽量要互相虐待对方 让你感觉到不爱的伟大 才能反衬出爱的美好 所以当这世界上 没有不爱的时候 爱情的美好在哪里呢 我方觉得爱上本身 就是最大的美好 我愿为此付出一切代价 而不是要找虐 谢谢大家 谢谢 两位 我们又得投票了 你们是还要对个眼神吗 这会看你了 好 那我们的正方 这个又一次获胜了 那这样的话 我们最后的这个小节的时间分配 就是正方有四分钟的小节时间 而反方只有两分钟 好 我们的比赛继续 有请正方 好 谢谢 先来回顾一下 对方在盘问的时候 问我们的那些问题 大家有没有发现 对面打得还蛮狡猾的 它引起大家反感的方式都是问 如果你用这个超能力 来挖别人墙角 你用不用 如果你用这个超能力 来强奸幼女 你用不用 可是 当你这么打的时候 其实你在反对的是 用这件超能力 去挖墙角和强奸幼女 而不是这个超能力本身 你所讲的这些避害 和这个超能力本身没有关系 相反 如果我们用这种超能力 来去拯救那些被人迷惑的人 那是不是就可以了呢 所以 你方现在讲的 所有的避害 都还没有落到 我方超能力本身身上 你方唯一试图在讲的避害是什么呢 就是你方认为 我们的超能力一定是通过给对面精神洗脑 强行剥夺他自由意志的方式 来达成我方不可告人的目的 来 这里分两层 第一层 你方预设了一个前提 就是在爱或不爱这件事情上 人是可以由自由意志决定的 可是 真的是这样子吗 爱情 爱的这种情感 真的是能够我通过自由意志来仔细思考一下 来决定要不要发动的感觉吗 真的是像两位评委一样 他仔细思考之后投出的那个票吗 大家想一想 仔细评一评这句话 我选择爱上你 是不是特别像一个病局 我深思熟虑之后 决定对你怦然心动一下 没有这种讲法的 什么叫做情非得已 什么叫做情难自今 为什么我们在描述恋爱的感觉的时候 我们说的是坠入爱河 而不是我自己跳入爱河呢 因为爱本身就是自由意志的沉沦 到目前为止 对方都没有向我们论证 在宁方的世界里头 自由意志在爱这个领域 到底发生怎样的作用 宁方讲的所有的东西都是 当我要跟他发生性关系的时候 我要不要尊重他的自由意志 性关系和有没有爱的情愫 两回事 当我要跟他结婚的时候 我要不要尊重他的自由意志 可是结婚和爱不爱 也是两回事 所以第一层 宁方没论证成功 而第二层 我方告诉你 这个超能力 它发挥机制的原因 更可能不是像你方讲的 我直接通过洗脑精神操控的方式 因为如果你是用这种方式 来试图获取他的方心 第一我方认为 你的这种动机 本身就够不成爱 而更像是一个变态的占有欲 第二 洗脑操控 真的能换得真爱吗 我们这个变体讲的是 用这个超能力 能让你爱的人 也爱你 所以它是一个两方都要满足爱的条件 才能够发挥作用的机制 而我方认为 如果真的是像你方讲的 通过洗脑的方式 要么你不爱他 要么你用了 他也不可能真正获得对你的爱 他可能会获得对你的服从 但是我方认为 这个东西不叫爱 所以 你方最后告诉我们说 如果有了这个超能力之后 你的爱很容易变质 原因是你觉得 这个时候 这个爱情对你来说 来得太容易了 你就没有新鲜感了 我方觉得 还蛮奇怪的 难道我们在恋爱过程当中 真不珍惜对方这件事情 完全看我们之间的新鲜感吗 那老夫老妻怎么办呢 如果你方觉得 恋爱的珍惜程度 就跟你获得爱 唯绩爱的 难以程度成正比的话 那一见钟情 是不是一种原罪呢 按你方这么讲 我们最能够让爱保鲜的方式 就是在恋爱过程当中 相互互虐 我怎么样不答应你 怎么样让你觉得不舒服 我就怎么来 因为这样你才最容易珍惜我 可真的是这样子吗 不是 我们认为 在爱情过程当中 你真不珍惜对方 取决于什么 取决于你到底 有多认真地对待这份感情 而今天这个变体里头 你会选择发动这项超能力 说明你真的是 挚爱对面 你能发动这项超能力 也说明你确实是挚爱对面 而恰恰是 你方讲的 我们觉得在爱情过程当中 有可能 你跟我在一起之后 你就牺牲了跟其他 可能比我更好的人 在一起的可能性 没错 任何爱情都是这样 任何爱情都有可能是 剥夺对面其他的可能性 而因此你更要珍惜爱 正方时间到 反方 计时两分钟 谢谢主意 大家好 我们来先回应一下 对方便有第一点提出来的质疑 对方便有在回应我们说 挖别人墙角的时候 他说 如果这项能力 是用于去拯救那些被人迷惑的人吗 请注意这两个字 迷惑 如果爱真的像对方便有所认为的那样 爱只是一种盲目的感觉 爱是没有理由的 那你老婆出轨了 爱上别人 你为什么要把她拉回来呢 她爱上别人 对她而言不是很好吗 别人也爱她 这种出轨 你为什么会认为是迷惑呢 因为在我们的现实世界当中 如果爱只剩下激情 爱只有醉入爱 而没有所谓的理智考虑 没有自主选择的时候 你会觉得这是一种盲目 你会觉得这是一种迷惑 你觉得这时候她该被拯救 这也是我刚刚在质询当中提出的问题 为什么十岁以下的少女 她跟你发生关系 重点不是发生关系 为什么她自愿的 我们依旧觉得这是违法 是因为我们认为 十四岁以下的人 她心智不够成熟 不能做出自主真正的选择 而在这样超能力当中 你完全抹杀了她自主选择的可能性 这不是一种犯罪吗 这不就是一种 宁芳所谓的这种 让她变成一种激情且盲目的吗 那这时候 宁芳既然认为要拯救迷惑的人 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更应该要拯救这个 被你使用 并且完全迷惑人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对方没有告诉我们说 这样超能力 可以是我跳入到一个平行时空 他说 我在这个世界里面 他不爱我 但我跳到一个平行时空里面 他就会爱我 这个事情呢 让我想到四个字 它很像一种小说 叫做《义影小说》 就是在这个世界里面 我很失败 但是有一天 我可以穿越到古代 我就是皇帝了 可是你会发现没有 如果一个在爱情当中 他遇到失败 他就不愿意去面对 他要通过穿越时空 去找回成功的人 他会愿意面对 其他生活当中的失败吗 一个喜欢看义影小说人 他会愿意面对 生活当中的挫折吗 这就是我方论点当中 第二个层面 就是你以为 这样的能力对你是好的 让你获得了爱情 根据这项能力 让你不再去面对失败 好的爱情也许不是 不是我方向 好的爱情不是受孽 好的爱情是两个独立的个体 经由自主的选择 去找到合适的另一半 谢谢 好 反方时间到 两位评委 我们再来表达一下 自己的心象 是不是太难为你们了 好好好 我继续中立 那两位为什么 这次好像跟刚刚的看法又不一样 但还是截然矛盾 你们这个 再来给大家讲一讲 感谢 讲一下为什么自己会投出这样的 谁要后接变 好吧 我觉得双方坚持在讨论爱到底是不是一个玄学 然后目前正方在我这里玄学散步比较成功 就是他把爱变成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让我在不停地反思我自己 我觉得就是按照正方这种说法 反方的很多例子就不成立了 就是凤姐如果真的爱一个有父之父的话 他不应该绑上那根红线 因为那不叫爱 就是按正方的说法 爱是一个非常高级的事情 如果你真的爱一个人 你是不会只从你的战友欲出发去伤害他的 所以一旦这个概念切割成功 如果爱被提升到一个这样的层次之后 什么强奸幼女 我觉得这样的例子不合适 就是跟我们讨论的主题有差别 但是不管怎么说 在这个爱被提升到玄学角度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我自己所反思的那些带着功利心的爱情 好像都不是真爱 真爱就应该是那个 就是所有有带来伤害的部分都不叫做爱 就是这个定义只要守住 我觉得正方就能赢 我现在就看反方怎么把他破掉 然后我希望双方 我有一个东西没有听懂 就是有坦之爱阿子 到底是不是他的自由意志 就是如果正方告诉我 今天我命有我 那有坦之手里有这份超能力的时候 他还是会爱阿子 所以他还是活在蒙蔽之中 那为什么这叫我命有我呢 我希望正方跟我解释这个问题 好 谢谢 我觉得张老师刚才说的 他投正方的理由 跟我前几轮投正方的理由是一样的 就是我是相信爱情是一个玄学 或者爱情中最关键的部分是那个玄学 这个玄学解决了 其他的东西很容易解决 不是说没有其他的问题 但是如果说有了这个玄学 其他的东西可以解决 但是后来我到了反方 我是想到了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反方说的一些 类似给对方选择呀 类似是不是对方的自由意志啊 我会 会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 我要不要改变对方的这种心意 哪怕这种心意 不完全是他的自由意志 哪怕这个 他爱不爱我的这个心意 有很多天意在里面 那我要不要做这个 做决定的人 就我能不能改变 哪怕是逆天改命啊 我应不应该对 他是我爱的人 我要不要对他逆天改命 万一他有他其他爱的人 我不知道呢 万一他有他其他的东西 我不知道呢 就作为我一个人 我突然有了一个像天一样 逆天改命的机会 我应不应该把它用在 我爱的人身上 我稍微有一点 想到了这一层之后 我就有一点 我觉得应该谨慎 就是包括反方说的很多情况 我其实觉得话是非常不好听的 我是不太喜欢这样的说法 但是我会觉得 那是不是很多时候 我们人有一些 劣根性自私的地方也是 有时候那个诱惑太大 逆天改命的诱惑太大 我是不是应该谨慎一点 这场比赛进展到现在 就我之所以还在中立啊 就是确实觉得双方有些问题 一直困扰在脑海中 没有办法解答 我觉得正方对于爱情的描述 非常的美好 但是爱是一个实在说不清 道不明的东西 如果爱真的是自由意志的沉沦 那我动用这项能力去让他爱上我 我的自由意志是不是又浮起来了呢 我在用我的自由意志换取他的沉沦 那不还是只有一个人在相爱 就感觉好像很困扰 对反方来说也同样啊 就好多的例子举的 确实就是我要不要 就万一有人用这种能力来对付我怎么办 可是我们的面题不是说 我用这项能力好不好呢 那假设他动用这项能力 对他是个好事 那如果我有 我是不是也应该用呢 就感觉还是很微妙 但是没事 这些问题都可以在后半场的环节 交给双方来解答 因为我们的比赛刚告中断 那第三个环节呢 是转这个环节 转的环节非常刺激了 两位评委 我们得频繁地表达自己的倾向了 因为我们可以动用手中的权力 来KO双方的变手 当一方的 我们的规则稍稍发生一个小变化 就是当一方的变手全部被KO掉的时候 这个时间才会记录 另一方的总结陈词的时间 好吧 那我们首先还是请双方的两位 第一轮对变的变手起立 总计时是五分钟 正方开始 好 有请 对方朋友 假设我有一张像我们主席这样 人见人爱的脸 你觉得我谈恋爱的时候 要不要把脸遮起来 今天讨论要不要用这个能力 我问你个问题 每个人对爱是不是有不同的理解 你觉得你爱他对他好 是天天给他送早餐 我觉得我爱他对他好 是不让他跟其他男人联系 你觉得是不是对爱有不同的理解 这里面跟爱上这个环节没有关系 我爱不爱他 跟我对爱的理解没关系 我对爱的理解决定了 我要在维系爱的后边怎么相处 你还是回答我的问题 我长了一张帅脸 是不是应该把脸遮起来 你爱的名义就控制他 宁芳明明对方有这个选择权利的 叫做我在控制对方 对方觉得我不喜欢这样的人 我选择可以走 我选择可以不爱他 但宁芳现在用了这种超能力 他根本就没得选了 请问你对他公平吗 在爱上这个环节 我们能控制别人吗 不能吧 我们看那些爱情的悲剧 这种控制碾压洗脑打压 都发生在维系爱的过程中 那对方没有我就好奇了 如果长这一张人见人爱的脸 我可以用来谈恋爱靠颜值 那同样上天给了我一份超能力 为什么这个我就不能用了呢 都是我的 对方没有很简单 因为你在攻击骑射 这个超能力是你一旦用 对方必定爱上你 如果你长了一张 一旦被人一看 对方所有人都爱你的脸 那就属于今天骑射的范围了 但是毕竟世界上 没有任何人长得这样的脸 你这边长成乌燕祖 还有人不爱她的 所以我还是请问你这个问题 既然我们每个人 对爱有不同的理解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对方就是一个 喜欢瘦的人 我在追求她的过程当中 我在努力减肥 如果如宁芳所说 爱纯粹跟自由意志 没有任何关系的话 宁芳为什么要减肥啊 我方有一位便友 他是一个铁宾客 他希望找一个 同样不喜欢孩子的伴侣 可是他爱上了一个人之后 愿意和他一起生儿育女 所以我们看 爱情的标准 所谓的理解 都是为了给真爱打破用的 对方位 我还是问你 所以你看 我们今天是个脑洞题 我们就是讲 假设你有一张 百分之百爱的脸 别人喜欢的脸 就该把脸遮起来 那么按你这个说法 吴燕祖就应该 带一个透明的纱 越好看的人 带的那个纱 就应该越厚一点 所以我们看 如果你抑制一个人 用脸来获得爱情 会带来这个人 本身人的不完整 会压抑这个人 完整的人格 同样 今天你告诉他 超能力就不好 这样的问题 是不是对自我的 一种贬斥呢 对方没有类比不到 因为真的没有一张脸 放在这里 你们所有人都爱我 但如果你设计出 一种迷要 我稍微对你们一用 你们每个人都爱我 我就觉得这种迷要 是不可以的 我还是问你这个问题 如果爱真的 跟自由意志 完全没有关系的话 你只是在逃问题 如果真的完全没有关系的话 我们为什么会有 追求爱这个过程 我们为什么会对 对对方好 努力增加 对方爱我的概率 您方说跟自由 自由意志 完全没关系哦 对所以我们看 追求有时能成功 有时不成功 为什么 就要看你追求的方式 能不能恰好撞上 对面的需求 那一种缘分 这种缘分是什么 你问他 他也说不清 所以对方表 我们告诉大家的是 你看 超能力也是我作为 拥有者这个人的一部分 就像我的脸 我的才华一样 如果你认为 这些东西 我可以使用 为什么超能力就不行呢 为什么同样是 上天赐予我的 我就不能用呢 大家好 我给大家念一遍 如果我有超能力 可以让你爱的人也爱你 你要不要用这种超能力 对方没有偷换便提 如果你的脸 真的是放在 不爱你的人面前 不爱你的人 就会爱你的话 那我确实觉得 这张脸应该折起来的 但是世界上 真的不存在这样的脸 所以您在偷换概念了 好 打断一下 打断一下 这个我们让场上 有一些变化 好吧 我们场上有一些变化 下面有请正方 对 所以你看 我们今天讨论的 本来就是一个脑洞题 然后你回答我 这个脑洞的方式 是告诉我说 这个世界上 怎么可能有这种东西 你方诚恳地回答我 如果真有 用不用 不是 对吧 我刚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您方在攻击骑射 骑射就叫做什么 那个人不爱我 我只要打个强子 那个人一定爱我 这个一定非常重要 请问对方便有一个问题 强奸这件事情 叫做违背妇女意志 强行发生性无安息 可是今天这个变题 请问对方便有 为什么不是违背对方意志 强行建立亲密关系 你方觉得这件事情好吗 因为发生性关系这件事情 由我的自由意志来决定 要不要跟你上床 但是能不能爱上你这件事情 跟自由意志无关 你方没证明 他为什么跟自由意志有关 请证明 对方便有你错了 这个人原来不爱你的 这个人原来不爱你的 但是你打个强子 他就一定爱上你了 这个和很多用迷要的强奸犯 讲的道理是一样的 法官大人报告 我没有违背他的意志 他那个时候意乱起迷 他非常想要我 所以我没有强奸 那一样的 你现在用了这个能力的时候 你自己觉得好像是对方主动爱你 没有 你在强迫对方爱你 请问对方没有 这件事情公平吗 来来来来 你方不要给这个提设 加太多自己想象的空间 我们今天说的是 哪怕今天有打响指 可不可以是 我打了响指之后 生了一张 他百分之百会爱上我的脸 你方讲 爱情这件事情里头 没有百分之百的概率 其实意思是说 哪怕你长得再帅 总有人不喜欢你这一款 但是我今天就根据你方 你认为爱有标准 我根据你的标准 制定一个百分之百 符合你需求的人 可不可以 大家听我说 对方才是在添加其社 反方 我们的两位评委投出了票 不得已换人了 反方下一位变手 好的 请反方发言 好 对方朋友说 你可能是打了一个响指 他生了一张百分之百爱你的脸 可是有没有可能是 你打了一个响指 他变成了一个百分之百会爱你的人 而这个人 现实世界你不爱 所以你看嘛 你讲的那个结果 就是我们今天 打了响指之后的结果 你没有解释他的机理 你认为他的机理 一定就是我给你洗脑 请问洗脑真的是爱吗 来 因为是对方便有说 爱是玄学 你根本不知道 是什么条件造成的相爱 所以说你打响指 有可能把你自己变成一个 你原本不爱的自己 但是他爱 也可能把他变成了一个 原本你不爱的人 但是那个人爱你 甚至有可能是洗脑 三种问题 对方便有你能不能解决 所以你看 我方的防守是这样子的 正是因为我们不知道 爱这件事情 它发生的机理是什么 所以我们认为 可能最浪漫 也最有可能的情况 是你打开无限平行宇宙 你进入到那个 他会爱你的宇宙里 而你方天然就认为 你一定是通过洗脑 来获取他的爱 第一个问题 洗脑真的是爱吗 第二 洗脑真的能获得爱吗 这两个问题 你方从头到尾 没回答过 来 对方便有论证 我稍微说 他的论证 有一点点不负责任 他说我们今天 爱是什么样子 想不明白 因为是玄学 因此呢 我们只要看 进入平行宇宙 美好的那一个部分 就好了 可是那一些 你进入行平行宇宙 这个逻辑玄设 带来的那一些 你的改变 他的改变 这些风险你不看 为什么 你用这个超能力 不看 你们二者 有可能带来的改变 有可能会伤害 什么东西 你方从头到尾 没有正过 我继续问你 今天你方觉得 我不要用这个超能力 让他的缘分 取决于那个 不靠谱的月老 月老 不在意他 而我在意他 请问你 为什么交给 那个可能给他 安排一段孽缘 安排他被渣男 骗的那个月老 你觉得可以放心 交给他 而我就不行 所以说玄学的宣舍 可能会导致 要么你变成 不自爱的自己 要么把他变成 一个你不爱的人 这两种风险 你没有讨论 那我现在 你看到后面这个问题 我也非常感兴趣 我想问一问 按照宁方的世界 宁方的世界 会不会存在 放手的爱 宁方觉得 什么叫做放手的爱 请你要解释 如果你今天爱的意思就是 我明知道 我是爱他的 但是你非要把他 交给一个命运 可能安排给他的渣男 这个时候我觉得 你的放手就不是爱 我们认为 爱的过程当中 你确实因为爱 要求你要为对方好 所以你要把这个红线 与其交给那个不靠谱 可能伤害他的月老 可能伤害他的命运 为什么就偏偏 不能交给我手里 我到底比月老差在哪呢 来 这些伤不伤害 都是你定义的 你自己觉得 自己跟他在一起 不是伤害 别人跟他在一起是伤害 这其实就是我们今天 刚才想讲的自私的来源 来刚才那个问题 我继续问你嘛 放手的爱就是 你不是用这个方式 让他爱上你吗 可是两个人相处之后 发现两个人并不适合 他现在不爱你了 你是再用让他爱 还是你会选择放手 所以你看 如果这个时候真的是相处之后 我也觉得我跟他没有办法在一起 那这个时候爱的情况就是 我不会再用这个超能力 而这个时候 你方看到没有 如果我一开始没有用这个超能力 那我今后在面对任何一段感情的时候 我都会想 如果我当初用了这个超能力 是不是我身边的人 就会是我之前那个人 我接下来就不再敢面对一个新的爱情 因为我心里会永远留下那个遗憾 而你方今天是告诉我说 哎呀 遗憾就遗憾呗 没关系 你方觉得这个东西带来最大的避害 就是你之后可能会不珍惜爱 会变态 可是我们不用这个超能力之后 今后你才更可能对爱变态 两个伤害 谁跟他打 来 对方没有终于退了一步 他说我用了一次 我们相处了 发现他不爱我 那我就放手了 那这个你一开始想讲的 你想跟他天长地久 你想跟他在一起 这个中心难道是一回事吗 我们想一想这种心态是什么样的 对方没有 其实今天这个超能力 他其实就是说 我现在不敢去跟他相处 我现在没有机会 我想让他有一个机会 可是如果说你一开始就已经做好了 我跟他在一起 如果说不合适 那么我就放手的话 好 这个反方已经获胜了 我们正方还有22秒的时间 要正方换人 好 最后面我们说在一起和爱上 其实是两件事 我们说如果说我爱的人 我和他如果在一起会有很多很多问题 可不可以我继续爱他 但是我们不在一起 来 其实是这么一回事啊 因为在一起的过程中我们会有互动 这些互动会影响我们对彼此的认知 因此我们的爱情也可能会改变 所以刚才按照长生的说法呀 你现在第一次你们相处了 你放弃了 那既然你都有这样的觉悟 那为什么一开始你就一定笃定地认为 他身边其他的人是渣男 跟我在一起最好呢 都要没有换一个问法 今天如果说让你 今天的祝福是让一个爱你的人 去掌握这根红线 都要没有我们要不要用 我没时间了 你继续说 听我方截变去讲 谢谢 谢谢 好 最后的总结的环节 合了五分钟 我们因为双方并没有完成这个KO的过程啊 我们就双方各自的截变环节 由方先开始 这个环节是可以两个人来进行的 各自计时五分钟 由反方开始 好 谢谢主席 大家好 这场辩论比赛我们打得比较乱 但我争取讲得清楚一点 对方没有觉得越老不靠谱 安排给我爱的那个人渣男怎么办 所以我要去拯救那个我爱的人 这里有个前提假设 就是我比渣男好 可是问题是我比渣男好 是对方没有你的自信啊 你的自信来源于哪里 来源于我爱他 可是渣男也是这么想 渣男也觉得我爱他 所以我要对他做的这些事情 都是为他好 我们有的时候 我们的爸妈也是这样想的 他觉得我对自己的孩子好 所以我要对他这么去做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 一定要保留一个什么 一定要保留一个 被爱的那个人的选择空间 只要他有权利 他有余地 他有机会说不 我们每个人就有可能 找准真正他需要的那个方式 对方被我今天说得很轻巧 他说我们一旦用了这个能力 哎呀将来相处的时候 对方还能够走嘛 对方被我我不知道 你是为了今天打这场辩论比赛 才说这样的话 还是真的过往 你谈的所有的恋爱 你都忘了 如果我们真的爱对方的时候 即便对方虐我 我有可能也不想走 即便真的确定我要走 但是我是爱着他的哦 我是爱着他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人已经没办法继续相处下去了 但是我还爱着他 我会走得很痛苦 所以对方没有你的这种超能力 给对方额外施加了一个筹码 如果你今天不上进 他有可能不喜欢不上进的人 他立马就跟你分手了 可是你用一下这个超能力 他会觉得 哎呀怎么办 我不想跟他在一起 但是我很爱他 我根本就不想离开 如果你今天赌博 如果你今天 当然我也可以举一堆例子 我没有在栽赃你 可是问题是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根本就学不会爱人这件事情 所以对方没有 今天我们的论点就展开了两个角度 第一 这件事情对那个人 对当事人极度不公平 宁方告诉我说 我命由天 所以我要用这个超能力 怪了 那个人的命难道不由他吗 难道是由你的吗 凭什么那个人的命 你命是由你的 我承认 可是问题是 你爱的那个人的命 凭什么也是由你决定的 凭什么你打下响指 他必须爱你 这没有道理 今天对方没有在搅浑水 说因为所有的爱 全是自由意志 反正你也说不清楚嘛 所以就算了 可是问题是 明明就是自由意志的情况下 不不不 不存在自由意志 OK 不存在自由意志 所以反正也说不清楚 就算了 可是问题是 明明不存在自由意志 明明那么浑的时候 凭什么对方没有 你是那个神 你是全场唯一真神 你可以决定说 谁爱我 谁不爱我 凭什么 凭什么那个人 就是被神支配的对象 对方没有说得很清楚 我爱他 我不会对他不好 可是问题来了 我们扪心自问一下 如果我们真的爱一个人的话 我们会不尊重 他的体验和感受吗 我们会对那个人说 你必须爱我 你不爱我不行 我们会说得出这样的话的吗 如果对方没有 你觉得可以说出这样的话 那我真的觉得那就是渣男 所以宁方没有那种自信 说我做的一定比渣男好 宁方这个行为 绝对在戕害那个当时 好 我们说完当时 再说说你自己 我们刚才其实已经说到 在这层逻辑当中 其实你是全场唯一真神 你是世界的王 在这段恋爱关系当中 爱是围着你来转的 对方没有觉得 哎呀 我知道我不知道底下 有没有人觉得这件事情很美好 太爽了 只要我爱他 他不爱我 我动下手指 那个人就能爱你的 但我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你可以享受这种爽感 但我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当世界围着你转的时候 你就成了世界上最孤独的那个人 当所有的人都必须 给你点头的时候 你根本不知道 他们为什么要给你点头 当你用了那个超能力 在你们结婚的时候 对方看着你的眼睛 别人问他说 你爱这个新郎吗 你爱他吗 他满心欢喜 他非常爱 你知道 他是真的打心眼里爱 但是所有人 全世界只有你一个人知道 这个爱来源于你的超能力 不来源于他的选择 茫茫人海当中 他有机会 在那么多人当中选到你 这是对你的认可 这是对我的认可 我之所以对他付出 是因为你可以说知遇之恩 你可以说感召都没有问题 可是问题是 对方表 你把你爱情当中 那个唯一的真正的 鲜活的那个对手 给取消掉了 如果爱情当中 不存在这个对手的时候 对方表 有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我告诉你 你不要害怕这个对手会离开 因为他的离开 是你留下他的唯一意义 是你留下他的全部意义 当整个世界已经不存在这样的人了 当你只要动动手指 世界上所有你爱的那个人 都会爱你的时候 你反而不知道 被爱是个什么感觉了 因为所有人对你都是这一张脸 所有人都会对你付出 所有人都会对你好 但是你从来不知道 他们真正爱我的是什么 是不是爱我那个超能力 谢谢各位 非常感谢 反方的精彩的陈词 最后的五分钟交给正方 OK 好吧 可以 开始 谢谢主席 解决几个问题 第一点 对方表要知道 爱上和爱下去是两回事 对方表觉得 他爱上我 我就可以予取予求 我可以虐待他 殴打他 折磨他 他始终都会爱我 他不会离开我 错了 爱上和爱下去是两回事 他有理性 他可以选择离开你 在要不要跟你生活这件事情上 这才是有自由意志的 他可以离开你 虽然他依然在爱你 对方没有在爱 情况有点问题 他觉得 我之所以会珍惜你 呵护你是因为 我追到你很难 或者你离开我 我害怕失去你 按照这样的逻辑 两个人吵架 当我要选择跟他道歉 希望让他开心的时候 我考虑的是 我之前追他花了三年 我的沉默成本太高了 我如果不向他道歉的话 我的沉默成本完全浪费掉了 对方没有 这不叫爱 这是会计 或者你的想法是 如果我不向他道歉 他就会离开我 他离开我 是我挽了他的唯一意义 我必须要把他留下来 对方没有 这也不是爱 这是比较 真正的爱是什么 是我要向他道歉 因为我看到他那张 楚楚可怜的脸 我就想向他道歉 这才是爱呀 这才是我爱他 我才能发动这个超能力的前提呀 对方没有第一点 您方的爱情观有点问题 第二点 爱的理论 都没有从头到尾 都没有给出我们一条爱的方法论 如何去追求爱 如何去实践爱 但是当我方质疑 爱是玄学的时候 你方却给不出任何的论证 为什么爱是玄学 科学是有过论证的 在人的大脑里面 有一个部位叫做丘脑 当你看到一个人 丘脑分泌出多巴胺的物质的时候 你会感到愉悦快乐 兴奋于是爱的感觉产生了 当你看到一个人 丘脑就是不分泌这些物质的时候 你对他就是爱不上 对方没有 科学已经解释了 我们为什么 什么化学物质爱上了这个人 但是科学却无法解释 为什么我偏偏对他产生这个化学物质 对他却不能产生 这才是我们说的 我们的科学 我们的哲学 我们的心理学 我们的社会学 甚至组织形为学 都无法解释这个东西 我们不得已才把它诉诸于所谓的月老和丘比特 只有在科学无法解释的领域 我们才诉诸于神话 这是第二点 所以我们从一遍到四遍一直在告诉你 爱其实是自由意志的沉沦 第三点 对方没有 最后的一点担心就是 不论怎么说 宁方正方的立场 终究还是剥夺了爱的人 选择爱别人的机会和可能性 对 对 我想这可能就是这道遍体 这个思想实验给我们的启迪 让我们重新审视爱 爱本身就是一种剥夺 抛开这个超能力 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彼此相爱的每一个人 无一不再是 通过全身的努力 希望对方相信 相信我就是那个命中注定 相信我就是那个对的人 相信我就是那个最值得你爱的人 可是这怎么可能是真的呢 这个世界有七十亿人啊 所以我们赞扬的爱 不过就是一场高贵的谎言 一个需要我们用一生去维系的谎言 而这个谎言的代价就是 我剥夺了对方爱上别人的可能性 所以当对方爱上我的那一瞬间 爱的底色就变成了亏欠 我亏欠 因为我抹杀了对方可能的无限可能性 我亏欠 因为当对方爱上我的那一瞬间 他对于其他形形色色 可能也很优秀的人就视而不见了 而恰恰是因为这个变体给了我们超能力 让我们认识到了这种亏欠 我们带着这种亏欠的情怀 才可能去更好地珍惜这份爱 去经营这份爱 才不会发生对面所说的那些伤害 爱上没什么了不起 爱下去才了不起 所以对方没有告诉我说 你是在欺骗 可是爱本身就是谎言 对方没有说你是在剥夺 可是爱本身就是一种剥夺 对方没有告诉我说 你这是一种迷药 可是坠入爱河的感觉 跟你服下迷药的感觉 本来就并无二致啊 多少人终其一生 连这个迷药的味道都没有尝过 他只能清醒地用自己的理智去判断 找一个各方面都合格都达标的人 去搭伙过日子 这才是最悲哀的事情啊 今天这份超能力摆在你的面前 我们说你要用 带着亏欠去用 去精心熬制这碗迷药 给你爱的那个人喝 并小心地守护他 守护这个谎言直到一生的结束 你说不 我要把这个超能力还给月老 由月老去决定我爱的人会爱上谁 可是他会爱上谁 那个人对他好还是对他坏 是爱他还是不爱他 你都不知道啊 你这么爱他的人 你怎么放心 把他交给一个未知的某某某呢 你说你爱得很理性 很克制 而我说 你爱得好懦弱 谢谢 至此本场比赛的所有环节都已经结束了 我们还是投一下票吧 虽然我们的票 我们的票没有用 我们就随便投一场 不会 你放心好了 我们来 这个如果我没有记错 两位是不是从头到尾都不一致啊 每一轮投票好像都意见相对 我们坐台上不就是这个目的吗 最终的评审在台下 对的 那我们本场比赛结束之后呢 我们投票只是表达一下 我们对这场比赛的自己的看法 然后不影响任何比赛的结果 因为真正决定比赛胜负的是各位观众 你们手上的投票纸上 大家都知道了 第一场比赛已经投过了 那现在也请大家在投票纸上记下 你们对于这场比赛的观感 正方打得很好 还是反方打得很好 还是双方打得都不错 那 这种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本场比赛到此就全部结束了 也感谢 这个感谢八位变手的这个付出 感谢八位变手的精彩 这个表现 也感谢两位评委的辛苦付出 谢谢大家 有点不习惯 就是要更注意坐姿了 我平时喜欢趴着 然后因为搬到了台上 我时刻告诉自己 不能趴着 我觉得就是到那个正方三变长生 开始发言以后 整个比赛就变得有趣了很多 因为大家开始讲一些 抒情以外的东西了 开始聊一些有趣的脑洞 我其实挺喜欢正方一个说法的 他们没有特别延展 但是有提到过两次 就是他们其实区分了爱上和维持爱 我觉得这个说法挺好的 如果说用超能力强迫一个人 一辈子都跟我在一起 不能分开 我觉得这个好像听上去有点过分 但如果说 只是说让他对我也产生那种爱的感觉 然后让给我们一个开始的机会 两个人去相处 我觉得这个不错 我觉得我最后判给正方 也有一个 也就是逐渐想到 我最后判给反方 就是我一开始觉得正方 把爱情说成一个很玄的概念 然后把它赋予一个很美好的意义和要求 这个是能打动我的 可是越说到后来 越大家强调是你觉得你爱某一个人 就是如果爱它不是一个自由意志 爱是有很多的期待跟要求的 可是我觉得我爱一个人 然后我从这个自由意志出发 去做某些选择 它的那个神秘感就突然消失了 而从这个自由意志做出的选择 就会伴随很多问题 就是说 可能我对他有感觉 然后他对我没有感觉 那通过这个超能力 让他也对我有感觉 所以我们开始谈恋爱 开始相处 然后在过程中 然后逐渐去磨合 看看彼此合不合适 我觉得这样是一个挺不错的一种模式 但如果是真的强迫对方爱上我 然后就一辈子就是两个人 无论多么不合适 相处多么痛苦 然后都一定要痛苦地爱着 那个就有点奇怪 所以我觉得他们有一个很好的开头 但是没有把这个模式讲清楚 我的天然脂肪是会用 因为 我觉得 爱上一个人是挺困难的一件事 喜欢上一个人是很容易的 但是对一个人心动是很容易的 甚至想占有一个人是容易的 但是爱上一个人 那个感觉太难得了 而两个人竟然能相爱 这是小概率时间 这是很难得的一件事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被生活的压力推着去接受了一个关系 所以我会觉得那个瞬间本身很美好 但是我完全接受反方说的那个瞬间之后的一系列的问题 其实我最开始就觉得可能要用 其实那个想法也跟我刚才说的那个正方有可能会有的那个亮点是比较接近的 就有的时候我们就差一个火花 其实两个人可能是很合适的 然后相处会很开心的 但可能就是因为某种莫名的原因 你知道有的时候爱情就是一个化学反应 就你莫名其妙的可能那个感觉就来了 但是由这个来了的开始 能产生很多有趣的故事和幸福的一生 但有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天气不对 温度不对 就没有产生那个感觉 所以如果这个题目里面的超能力能让太有种感觉 给我们彼此一个开始的机会 这就挺美好的